我是安迪 是这个安迪 是一个只要谈到时装剧 就会被拉出来丢人的职场菜鸟 而原因竟然只是因为 They're so different Something funny 罢了罢了 这段都变成考研真题了 说回正题将近年末 怎么说我也曾在知名时尚影片里 担任过6万人的角色 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回顾四部 这一年在时尚去因服装造型 引起热议的聚集影片 这部有违于原著 歪腰斯腾影视化的电视剧作品 斯腾 秉承着小成本也能干大事的基本原则 凭借一己之力 兼其对起跑国风的热议 造型师李孟康吉 定制不了我再买 买不到我就掏空自己一处的大气 于原著之上适度创新 创新之下坚持复原 将原著中起跑黑雕 封一家皮靴墨镜的组合 结合几具视觉冲击力的山野景色 提炼成为各式 中史复古体系元素间的叠穿套穿 并与剧中故事线结合的丝丝入口 举手投足间就会觉得 这的确就是斯腾 这也让我想到之前刷到过 乔家的儿女一段 针对造型的采访 里面的大意就是在说 造型书画是有着帮助演员 找到角色的根 帮助演员更容易地 融入角色时代背景 这样的重要作用 这部剧集的时间线 大概在77年到06年 其中角色乔三立的服装 可谓是复古元素满满 博点 A字群 小园领 荷叶边衬衫 雷丝装饰 各式的编织羊毛衫等等 不会有太过出条复杂的 颜色和印花 感觉随便取出一件 放进衣橱就可以 轻巧地盖到复古风的精髓 酷依拉 于101中狗中诞生了反派角色 背景涉于70年代的伦敦 曾凭借有风景的房间 和Memax黄暴时卢量度 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奖项的 詹尼·伯伦 为了更好的处理剧中服饰 将反派一丝铺开 伦敦朋克教母 Vivian Westwood Gian Galliano McQueen等等 皆成为他手中表达反派的 时尚灵感源泉 当库伊拉搞砸发布会 踩上垃圾车肆意而去时 我就知道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 坚强又甜蜜的反派角色 骨敞 角色 说回正题 可以说对于时尚爱好者 这绝对是一部足够达成 视觉爽感的一片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另外一部用时装装扮反派 角色的剧集 Killing Eve 它并不是来自2021的剧集 但这位喜欢玩猫鼠游戏的 变色龙女杀手的衣橱 绝对足够在2021年 也留下浅浅的余温 迎轮风 全力西装 绿色套装 粉色层叠裙装 不知道这一次 它正在瞄准谁 我在他乡挺好的 一直场现实生活为背景 将数四人的他乡生活 其中乔西省的休闲 使用其职场造型 就好像采摘了 实用和时髦间的临界点 可收可放 即低调又有新意 它的新意使用 不仅体现在 通过套穿叠穿 营造出来的 四羽毛般青年的丰富层次 更体现在 单品选择方面的简单一等 因此借强范围 比想象中要广很多 灰色两貌卫衣 浅咖的丰衣 好像 这样简简单单就很不错 笔展出品 十二级短区 突入起来的假期 母亲过世后 榴莲意外 开始了一段 突入起来的假期 故事从这里开始 蓝色绿色 这辈主创团队 赋予蓬勃生命力的颜色 就像一双隐形的翅膀 将西装 衬衫 条纹 印花元素 巧妙地联合在一起 壮色的频繁出现 并不会让人觉得 过分强烈 相反 这份看似 与旁人不同的造型 实际上很好地 呼应了聚集结尾 传达到中心思想 别人的生活 你不一定适合 但是 在黑暗的日子里 要坚信 前方有光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今天 你在哪些聚集 影片中的造型 情有独钟呢 也欢迎分享 在大幕平文区 如果喜欢这些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 投币收藏 关注告诉我 下期见